歡迎收看東京走著橋,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中木黑 中木黑跟前幾集介紹的戴觀山、夏北澤類似 都是悠閒時尚的高級住宅區 最知名的區域是木黑川兩旁的林蔭綠道與商店 還有不少獨具風格的咖啡廳 車站出來,高架橋下的鳥屋書店也是一個亮點 中木黑位在東京的木黑區 廣義的中木黑包含了中木黑、上木黑、青葉台、東山等區域 以中木黑車站為中心點 秦京的鐵路則有東極東橫線以及Metro的日比古線 步行就可以抵達惠比秀和戴觀山兩個東京的時尚發源地 加入的方式很簡單,只要到我們的頻道首頁 在訂閱的左邊有一個加入的按鈕 在加入之後就會跳出訂閱的方案以及說明 依照程序填路資料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中木黑最知名的就是起源於士田谷區 流向東京灣長約8公里的木黑川 兩旁的林蔭綠道有著各種商店與餐廳 這裡除了平時就是散步的好地方之外 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時候 木黑川兩旁的櫻花樹還會盛開 變成東京賞櫻的熱門景點之一 帶大家看看兩旁的店家與街景 額外介紹一家在車站旁的特色文具店 Traveler's Factory 在這個區域內,分佈著好幾家特色的咖啡廳 例如,Onibus 我們現在在Onibus的二樓 然後它這個地方呢 小小的一家店 但是我覺得還蠻有風味 然後大家在一樓的話 可以坐在戶外喝咖啡 二樓的話你可以一邊看 車經過 會在中木黑的 Starbucks Reserve Road Street 全球目前有六家 只有兩家在亞洲 東京就是其中一家 建築物一共有四層樓 每層樓都有不同的主題 坐在室外的座位 就可以看到中木黑的城市風景 以及木黑川了 櫻花季的時候 木黑川會開滿整排的櫻花哦 Sidewalk Stand 這家路邊的小店雖然外表不起眼 但有一點美式的裝潢加上好喝的咖啡 還是蠻推薦給大家的 Streamer Coffee Company 雖然現在已經習慣了 但其實中木黑車站一出來 高架橋下的鳥屋書店 是在2016年11月的改造計畫下 重新開幕的 沿著高架橋往右天四站方向 約700公尺 都有不少店家與餐廳可以逛 像我們在這附近吃過 中木黑肉粒 Salt 上菜了哦 你看 這個超級滿滿的肉的丼飯 竟然只要990塊日幣哦 除了咖啡廳之外 這裡其實也有不少餐廳 特別是擁有眾多的燒肉店 最後一樣推薦中培的幾家餐廳給大家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吃下去也是有點入口即化的感覺 入口即化的感覺 按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